世界第四季領地上來的是其中的郭漢 這個鞋馬受住了裝下籃籃球 連續兩次的跨招 走到籃下 隨機轉身的籃下海津 昨天也是在第三季領地區的格格開始爆發 他籃下那麼大 他的長人在領頭大概是很有名的選手 他在玩電技的時候還是很有信心的 體力積高只有173多分 國中的身形就算是比較瘦小的選手 所以這樣的進攻的方式他應該非常的適合 現在這一次領頭了 派山到中沒有人意味到他在 這次的射手就必須要上來一點 如果繼續在做PKRO這個盲腿的話 就一直都不斷的出手機會 修羅來修羅來一下的放槍 往上一下這球沒有擺進 他會繼續在陳柏翁的身上 這一次陳柏翁他打得太發酵了 他可以在第一時間可以直接把他籃球傳給他的隊友 個人第二範 而且到時候掉了最低頻分的機會 這次到時候已經有兩次了 就事業上換場 做一個有效物的 製造帶就做了一個機會 特別把他籃球 對於防守的關鍵也是非常紮實 所以這次陳柏翁的進攻 也非常有經驗 我要真的聽到送頓頭 所以趕快馬球人這樣玩的話 這次陳柏翁的時間還沒有到一分半 所以加上挑戰可以打到三次 陳柏翁在發出的天井呢 有爬裝瓶在打球 那這次只有兩次要打球 我前面的足球都是拿著第一台 然後再被他籃球 我前面的足球 你連有爬裝瓶 那邊的足球 你連你去 我前面的足球 你連你去 有爬裝瓶 我前面的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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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連你去 那邊的足球 有爬裝瓶 你連你去 你連你去 我前面的足球 可以操力 可以回溪 高貴牆想要下手 這個結果就是 配裝自己的個人第四版 可能就是一式的轉換外風 中間衝過一波車進來了 不要再歸麻煩了 高貴牆現在下去 讓九王塔在鎮圓上來頂進 不然是下手 現在在這場身上 今天我們要有機場夾法的成功率很高 很難去中國說 他到底要左手還是右手 本來他去遮球就會變了打到手 就是他的手感這部份 還有進攻手段 也算是不一樣話 他要身高186公斤 所以看起來 他體重卻有76公斤,這算偏瘦的 他非常積極,而且他在長版做這招 反正的速度是非常好 現在我先看到他在泡泡 比起他的隊友,氣氛圈在哪裡 大家可以看到,又是到了郭翰的手上 我看他其實應該在打得更大桿 HBL,記錄另一個高潮 對,是他還剩兩分,這也是不錯 有12比60,這個單點能分持7比3 人家抓到8比3點最上的好 而且是在尋找他的主題中風,他已經只好一下 這一次人家讓他保守有效地去尋找泰山奧越的體重 接著他的部件已經被看過了出來 在第1個4個磐球呢 這個球界會已經被第一次台 配上全共204秒房主 他在高中現在面臨他的挑戰 經濟亞三的眼間,毕斯基的時間還很長 哇,這次,現在的傳球太遠了 我們就先拉開 這次人像他又用比方彩的體驗重要的方式 做激動啊 像比方快手啊,當距離也非常多 來籃一下,來看到正子光 這就是正子光厲害的地方 我知道這比球原來大部分 其實打踢補的時間也蠻多的 但他是球隊的得更往 好幾次的一個畫面,都是一種單腳的奇蹟 當中的選手,其實他可以多踢用一些 打踢補的方式 但我不能支持,其實我的長期還是保持在 因為有一些就是對對手幫主以後 撞的一個形象 好啊 他的長期中也笑著,他就有一個 他就有一個特色的最高的 他就有一個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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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有一個特色的